真的很可惜喔 連這個籃下的機會都沒有放進 其實從 哇 看到 這邊應該是有一個球員受傷的情況喔 看到那個角度的畫面感覺 輝哥有一點走去攻擊到羅賓森的下半身 對 在剛才畫面的右邊 羅賓森捕著一個感覺是重要部位 一節就有了 一回 貼傳 外面的機會在小烈的手上 哇 並沒有要到犯規 對 一發的防守還是要注意好 好 這在拔球線前面移步 忠誠師在這個點上並沒有刻意地去阻止他進攻 對 因為上一場就是說 昨天夢想家的之前就跟鋼鐵人打的時候是手 他一直手得很好 藍板但是高國豪從後面偷掉 現場的快攻給小烈 對 對 然後Harris再度休息 剛才提到他昨天打完比賽的時候腳是有點傷的 喔 踢腳的朱宇豪 用速度想要去過心 把柏宇豪還有他的高度干擾就是所影響的一個進步 好球 朱宇豪 對 持續 第一波的起身進攻都沒有得手 給他外圍的小烈 注意好 三個球 三點三點 放手 放手 保夾過來 成功了 直接 掉球了 前面高國豪的敗攻機會 這邊也沒有享受 來 一個沒口犯規 來 這邊高國豪的 Djankovic 兩個人腳跟手跟頭 是整個交纏在一起 裁判這次進來的速度很快 對 不過在 空譜的一開始就已經控制住了 所以應該是 開號 剛才兩個人是倒在 鏡頭右邊的籃框底下 有一個比較多的肢體接觸 對 我們看一下後續的狀況 那球 球倒了之後 Jankovic 腳是壓在高國豪的頭上 剛才第一位裁判是判了 Jankovic第一時間的犯規 這個高國豪的出手犯規 後來經過 曼洞子重播認定 追加 再三號 Jankovic 以及工程師 四號高國豪奪權 後續的肢體接觸 在Jankovic 跟高國豪這邊都判了奪權出場 對 我們再看一次這個重播 國豪的左手剛好有 跟他的左腳有 右腳有點交長在一起 Jankovic後面這一個 抓住國豪的頭 確實絕對會有奪權的一個 吹判的空間 對國豪來說 他可能在於起身的一個狀況 不是這場的主裁判 兩個人都有在做一些主動的肢體動作 33號先做了push ball 拔了兩球 因為響哨後的死球動態 以特殊狀況 我們把 33號 夢想家的33號 以及工程師的4號 兩個奪權出場 哇 吹到出場 哇 這個 裁判是有點 下手太重了 我認為 針對兩邊衝突的事件 球員都做了一個 多拳出場的最終判決 我覺得下手太重了 因為兩邊是沒有後續的 出拳或更多的一個動作 兩個很可惜 今天表現最好的兩名球員 今天在第二節的最後一秒鐘 竟然都沒辦法參與這場比賽了 是